歡迎收看理財大亨 我是李星雲 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今天呢 不管是家權還是貴買 都是雙雙往上來進行走牙 大家也很好奇 全新的月份到底指數會如何發展 我們就來請教專家 節目當中為你邀請到三位來賓 第一位為你邀請到曾菲 是蘇建峰 建峰你好 星雲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為你邀請到曾菲是楊惠山 惠山你好 星雲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為你邀請到曾菲是楊少凱 少凱你好 星雲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帶大家來看到 就是有軍火商要來到台灣 大家很好奇 軍工概念股是不是再次蠢蠢欲動呢 好的 當然在市場上來講話 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利多出境的情況 可是我的看法來講話 其實這是一個中長線的一個商機 今天會在節目上特別為大家說明 再來就是說探權的一個相關概念股 其實牽涉的產業非常的多 像再生能源 像儲能 甚至到整個造林造紫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在探權的概念股有很多的機會 我在今天在節目上也會特別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好 今天盤面上OTC漲非常的多 最後的漲幅接近了1.5% 其中生技類股貢獻不少 生技股今天也有標股出現 惠珊要帶我們來看 對 4月19號 惠珊老師率先告訴你 內資將要鎖定生技 4月21號生技指標保瑞跌停的時候 我們更是在節目當中大膽分析 今天保瑞已經即將要佔回所有的均線 而在生技股當中 今天又一檔攻上了漲停板 節目要來跟你做分享 至於薩凱老師的部分 我們看到漲停的標股一檔結一檔 接下來大家也想問還有沒有標的呢 好的 我們過去跟大家分享的四點 今天漲停板創新高 包含瑞陽今天的漲停板創新高 另外今天有一檔股票漲停 創意今天漲停板 大家都很想知道說 這個創意的漲停板到底該怎麼看 對不對 那等一下我會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在盤面的一個部分 今天大盤指數上漲的過程當中 拉出了日線上面的連四紅 在指數最後的部分上漲了57點 收在15636點 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尾盤出現拉抬的力道 所以讓大盤指數最後是成功收復了季均線 不過在OTC的部分更強了啦 貴買指數直接往上希望能夠挑戰月線 那在今天貴買指數最後的漲幅也比較大一些 漲幅來到了1.46個百分點 強勢族群包含了儲能 細緻財 充電樁以及MB 那大家也很好奇是不是短線上我們依舊看貴買指數呢 那貴買指數現在現行是比加全指數來的漂亮啊 大家很好奇 加全有沒有辦法也跟上貴買腳步呢 好的其實在這一波來講的話台股在上禮拜我就告訴大家有了一個正式指點訊號 那往上挑戰就是要挑戰一個月線的反壓對不對 其實今天加年指數還沒到 對他還沒到他已經站上了一個季線還有十字線 但是貴買先到 對貴買先到 那代表說這個資金還是比較聚焦在一個中小型股部分 這個我們在節目上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的話現階段我認為還是一個反彈行期 那月線還是一個壓力 所以如果明天加全指數來到一個月線反壓的話 我認為投資朋友你還是要稍微去調節一下持股 尤其要檢視自己手上一個持股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你的持股比加全指數還要來的 如果例如說加全指數都來到月線了 但是你的你的持股離月線還很遠的 代表他就是弱勢股好不好 盡量把資金趁現在把它轉移到強勢股身上 因為強勢股來講的話 他一定有強勢的原因嘛 例如說有提財產業有轉機 或者說他籌碼穩定 他一定有原因 那轉到把資金轉到這些強勢的族群身上來講話 其實後面股價再往上走的機率呢 還是會比較大 就碰上大盤萬一在震盪整理的時候 也比較不擔心 沒錯 因為他們在他們原則上 他股價比大盤來強勢就一定有原因 所以就算剛才講到就算他在震盪 原則上這些強勢的族群呢 只是會蠢蠢欲動 可能會稍微整理 但是後面再往上攻擊機率就會非常的大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例如說你看上禮拜 我是不是有特別跟大家講 儲能再拉回要留意 有沒有今天儲能很強 你看我們儲能王者身為能源 我上禮拜打到他 他有一天打到月線的時候 打到月線我還特別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布局機會 之前我們獲利放口袋OK 你都不要買OK的 但是回測剛好到月線又拉出下眼線 這個就是一個回測完畢的訊號 結果你看從那一天開始 禮拜五漲一天 今天呢 今天大漲7% 今天大漲7% 那你回測的時候買 現在是不是又是一個簡單獲利的機會 所以當然盤子不好的時候 我不建議大家過度積極的去做操作 但是你手上有跟著我們一樣 在前兩個禮拜 前三個禮拜 應該算前三個禮拜了 前三個禮拜開始 有陸陸續續獲利放口袋的話 你手上有現金嘛 那你上禮拜在回測完畢的時候進去買 買到對的產業對的股票 我相信還是有簡單獲利的機會 好不好 這個就是一個操作的邏輯跟操作的細節 大家好好的來做個體會 那在今天來講話 特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明天我們軍火商要來對不對 那當然啦 你看我在節目上分享這些訊息的話 我在盤中也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想要及時了解這些操作訊息 原則上還是會建議大家加入我們LINE的群組 好不好 裡面你就會得到第一手的一個即時操作訊息 那現在盤日震盪的話也沒關係 我來幫忙大家 如果說剛才講到 現階段要做好一些持股的調整 太弱流強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調整的話 你現階段加入我們LINE的群組 我們也免費的來幫你做一些調整持股的一個動作 好不好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趕快 來掃瞄這QR Code來做一個加入 好 剛才講到軍火商來了 終於要來了 那其實很多人就會想說 是不是利多出境的情況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不會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這軍火商來臺參訪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仔細去觀察他們一個拜訪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台灣廠商可以趁這一次機會展現我們一個軍工的技術 然後切入一個美國的一個軍火商的供應鏈來講的話 這個這個未來未來的營收的一個對於這個軍工股的商機 其實會非常的大 因為在整個軍工的一個技術來講 他們的一個技術的鈦換率其實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他技術會一直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那如果說我們台廠能加入這個美國軍火商供應鏈來講的話 這個技術當然也會隨之更新 等於說我們擁有一個比較技術領先的一個情況 再來第二點我們如果能夠切入美國軍火商的話 那其他國家是不是會看到美國是軍火第一強權 那既然我們都能幫不管是代工也好 都能幫美國軍火商來做一些供應鏈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有可能來跟我們下訂單 對不對 這個為全球的商機才是最大的 我們不是說局限在我們台灣自己的市場 台灣自己市場無人機能用多少 有限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能趁這個機會切入 不要說是一個是非常大的供應 或者你只要能夠切入 其實這個對於後面的一個商機的想像 空間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倒是認為說這一波來 美國軍火商來台的話 投資朋友可以特別的去做留意 那當然這次來台的最主要是在講 他們是來參訪無人機 還有飛彈的一個情況 目前他們感興趣的部分是這樣 那投資朋友就可以來做留意 所以你看喔軍工股來講的話 當然今天有些軍工股是在做個整理 大部分是在整理 例如說保伊漢翔簽附機密都一樣 那他們也都有各自的一個產品跟題材 那原則上來講話 我有說過 上禮拜他已經先行股價先行反應 先行創高 我們也不用追 那今天的震盪 他明天如果又稍微亮縮的拉回 其實你就可以留意買點的一個機會 他們就會回撤到一個短期均線的一個情況 或者說我說了 如果說這些創高個股 你比較不敢追投資朋友 那我們去買還沒有創高的好不好 還沒有創高 例如說像雷虎 像翔敏 像公准 我們來看公准來講好了啦 我們317吧 上禮拜我記得我們是看翔敏 我們來看公准的K棒 你看公准K棒 這條是月線 我先畫給大家看 有沒有這是月線 綠色這一條 對他上禮拜是不是回撤月線 然後站回來 這個就是重新轉強的一個訊號 所以他股價只要穩穩的在這走 我就說了嘛 他不一定要馬上大漲 但是他只要穩穩的站在月線上面 隨時都有機會去攻擊這個高點 所以說你趁現在整理的時候去做布局 而且停損點也很好設啊 停損點你就設這邊的低點嘛 對不對 不到5%好不好 不到5% 所以你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 去買這種強勢股 原則上你就已經有效的控制風險 其實後面的風暴比 雖然是非常的大 所以說我這邊用來講的話 可以特別來做留意 那除了這個軍火商來台之外 我再跟大家講就是碳權這個部分 對不對 其實碳權我們在之前節目上 也有特別跟大家做個分析 對 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分了幾個部分 像造林 對不對 他造林會有個碳權的一個情況 或者你說再生能源 甚至你說碳的認證 那到一個碳捕捉 這方面來講話 其實他的一個商機是一整個供應鏈 其實連儲能都包含 對不對 你看儲能重電風電 這個都是碳權概念股 所以他是一個整個整個產業的一個趨勢的方向 你看投資朋友 我從今年的一月份或者說二月份在這個節目上 一直告訴大家 我們今年投資的部分 一定要把資金配置到次產業 其實我在講的這些次產業 第一個他營收 不受景氣循環的影響 第二個他都是政策趨勢方向 你看今年大漲特漲的出能 軍光航太到生技 是不是都是政策 對不對都是政策點名都直接點名 對不對 結果他一直漲 那現在探權是不是也是政策點名 對對不對 有點像是直接報名牌了 沒錯 就類似這沒錯 就類似報名牌 那這種名牌你還不聽嗎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產業中長期虛 而且這個是有獲利的 這個這些探權股是有獲利的 他不像很多電子股的題材 都是想像 對 你說元宇宙 在做夢 對不對 你說元宇宙我賺錢嗎 沒有嘛 可是靠想像股價就可以漲翻天 但是這些探權 除能 生技 甚至到整個軍工航太 他們是有獲利的 有獲利的 所以你說探權這次政策在指引明燈 你要不要留意 我個人是認為他非常有機會走著像除能 像軍工航太複製那樣的走勢 所以你要留意 好不好 那今天來講話 我跟大家特別分享 就是特用化學這個部分 其實特用化學 為什麼我特別拿出來分享 第一個當然 第三 他有個碳捕捉的技術 這個是一個探權的題材 對不對 第二個呢 其實特用化學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的特用化學在幹嘛 做一些素質啊 做一些化學用品啊 對不對 那那個是傳統的化學 現在特用化學最主要在幹嘛 是切入電子 切入電子或車用的化學材料 有這邊都是半導體電子化學品 你看我舉例這些公司 其實最近股價都很強 那你看他們產品題材是什麼 他們都是半導體半導體有沒有 石墨汽車電子導熱膠 不是傳統產業了 這已經不是傳統產業 而且重點是 他們這些電子的一個化學材料 或特用材料 特用氣體的部分 都把都佔營收的佔比啊 一直在提高 大部分都有20%以上 大部分都有20% 有的還到40% 所以他等於是整家公司在轉型 他不是在做以前的傳統產業 他是整家公司在轉型 變成一個電子產業 所以特用化學 我才會特別拿出來跟大家分析 他等於是說 有碳權的這個題材 然後又有一個電子 一個成長的 未來成長動人的一個題材 可以來做個留意 雙引擎再做個成長 所以你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1727的中華化 為什麼他股價能夠連拉 四根漲停板 到今天他也沒在跌 沒什麼跌 你看還紅K喔 有沒有 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他有雙題材 這個超強 當然你去操作強勢股 你去買這種股票 當然OK啊 我沒有意見 那跌破 你要跌破五日現賣 或跌破十日現賣 自己去做個斟酌 那如果說 你不想追高的投資朋友 那我有建議大家買 去買什麼 還沒有創高的 例如說171年冬年 你看冬年 我上禮拜是不是 回測十日線也特別高 這是十日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十日線對不對 我還跟大家說 這回測十日線是好買點 有沒有 你看今天也漲 今天也漲3%多 今天也漲8%多 我個人是認為這個高點會過啦 因為為什麼 你看這一根大量對不對 通常大量區 它是一個大量換手區 那我說 他如果守住再上來 這叫大量換手成功 這個叫大量換手 你看他是量縮回測 根本沒有賣壓嘛 這邊買的人 根本沒有賣了嘛 對不對 那你看 又上去代表大量換手成功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這個黑黑棒的高點 是非常有機會去突破啦 好不好 所以投資朋友 是可以特別來做留意 所以說 在整個碳權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投資朋友是可以留意的 好不好 那在碳權來講的話 也有一樣 除能也算是碳權的一種 因為他只要再生能源用得多 或者說他除電出得多 他就有這個碳權的權利 來做一個交易 所以他也是一個交易啦 所以上禮拜 我是不是都告訴大家 升微能源 有沒有 下我們看一下升微能源 這張字卡好了 升微能源在回測月線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 有沒有 你看 哇 就這一天 我在節目上還跟大家講 他離前高好接近喔 沒錯 我還跟大家講說 這一根的高點 我記得是108啦 我記得好像是108吧 108那一天 如果能夠站穩的話 叫做轉牆 對不對 叫做轉牆 結果隔天 禮拜五就站穩了 那今天你看 今天是漲7%多 我記得 你看在這 今天是漲的7%多 今天漲的7%多 這個高點 基本上應該明天會過吧 如果正常來看的話 應該是明天會過 差兩塊一下過 你看這量縮拉回就量縮一漲又有量 有沒有 就代表這 這個就是一個多方的控盤 所以上禮拜我是不是高達 這個又是一次賺錢的機會 有沒有 前面我們這邊賺了三四十% 我說 獲利放口袋了 短線過熱 獲利放口袋了 那圓的上來講話 你也不要再追了 那拉回 是不是又給你的一次機會 對不對 我就說了 這是一個再次賺錢的機會 所以投資朋友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操作 很多人就喜歡怎樣 天天在追股票啦 天天換股啦 今天的股票 今天手上股票沒有漲 看到別的漲就想去追 對不對 那你這樣操作 我告訴你 績效絕對不會好 好不好 你一定要去了解一個產業趨勢 了解個股的一個狀況 然後技術面去掌握 因為技術面是一個操作 買進賣出的一個依據 那原則上來講話 你買到對的產業 對的股票 你就會有簡單獲利的機會 OK 好那我再快速講下這個電子股 跌身電子股上禮拜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跌身電子股也有一些非常強的個股 你看我們看下一張字卡 你看我們第一個就IE設計 對 看創意今天漲停板 對 而且創意漲停板是站上月線 月線翻揚 他變成回升行情 這個已經不是跌身板了 他今天站上月線 那再來茂達呢 他也持續的站穩月線 這股價我認為隨時都有機會去挑戰前波的高點 還有愛卜還是跌身反彈 但是他離月線還有一點點距離 還有一個跌身反彈空間 再來記憶體 這個藍亞科也是站穩月線 可以留意 好散熱你看散熱很強 我上禮拜是不是也特別跟大家講散熱 我說現在散熱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對 現在要散熱在用的伺服器散熱 他從以前的氣冷變成水冷變成液冷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商機成長的一個動能 那你看 齊鴻今天股價的創高 你看上禮拜還在回測喔 那我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他股價還在月線附近喔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站穩月線 然後他今天是創高啦 那雙鴻也是站穩月線 好不好 所以散熱族群可以留意 好不好 下張志考我們快速看一下 ABF宅板 當然星星傳出一個請教啦 員工什麼 夢想架是什麼 元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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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則上股價 技術面還是偏多啦 好不好 可以留意啦 再來是網通 再來就是一個車用這個部分 像今天台辦漲幅也很大 有沒有也開始進行一個跌身的反彈 再來一個族群 我在字卡上面有放 大家可以留意在PA的族群 其實PA族群 我在節目上有講過 對不對 他以前生化家以前真的很爛 說實在話真的很爛 但是現階段不一樣 他除了手機需求回溫之外呢 他還切入了車用生化家的一個市場 所以原則上來講話 那他需求持續回溫 營收持續回溫 所以你看全新 你去看宏傑科 他們的股價也都站穩月線 所以原則上來講話 這一波投資朋友都可以特別來做留意 好所以剛剛點了很多的標的啦 只不過呢 剛剛也特別提到了 電子股還是跌升反彈嘛 後續如果說真的強反彈 收價要快的話 有沒有一些方向可以告訴我們呢 好的 基本上這樣講話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 現階段當然盤勢會震盪 而且越靠近越線要越謹慎 越小心好不好 盤勢越容易震盪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去做一些 太弱流強持股調整的話 歡迎大家加入我LINE群組 在裡面的話 我會免費幫大家做個持股診斷 太弱流強 你把資金保留起來 或者說把資金集中到 比較強勢的個股身上 你後面逆轉勝的機率才會更大 好 大家都想要拼逆轉勝了 但是也要有方法喔 到底還有什麼方法呢 廣告就後繼續帶你來看